OK,Chapter 17.3, Why are titration useful? 這一課最重要就是學這種方法,Titration的方法 Titration的方法其實就是很準確地量度到那些solution的volume 以至可以剛剛好在Titration裡面很準確地去找到他們 例如Exit and Elkline剛剛好沒多沒少的反應 react exactly with each other 當然我們這麼準確地找到volume的終極目的 其實就用這條式就是c乘v除1000 當我們的volume是準,而我們的concentration也是準 兩個準的東西乘除1000 你的number of mode就準了 其實我們準確地找到number of mode 這件事是非常破天荒重要的事 因為那些chemistry的世界實在太小了 其實那些東西又小了,很少量已經多到數一輩子都數不完 所以我們需要去處理chemistry的量的時候 我們不是很像一個普通人一樣 真的拿著眼睛拿著手指去慢慢逐個by counting 1,2,3,4這樣數 很多時候我們以前就怎樣數數量呢? 不是數的,我們是數的,記得嗎? 當我們找到它的formula 又可以秤得準它的重量呢? 那當然它要pure 那你就知道它的formula 那你小的m大大m就找到number of mode 好了,後來在2A本書我們就繼續教 就是說如果它的solution 其實可以透過c乘v除1000 找到準確的number of mode ok? 那所以這個titation的技術最重要呢 其實就是這條公式 所以這條公式打五顆星呢 一定要背到的 還有呢,將來計算數 就算計算到多差都好 怎麼都拿到這一分 這個值一分 計算這條式 準確地量度volume 以至可以計算到很多的數 去分析裡面的量啊 那些呢 我們叫這種方法 叫做volumetric analysis ok? 是一個透過volume的準確量度去分析 這個也都大朗地可以分為一個叫做quantitative analysis 簡稱叫做QN 這個N就是quantity的N 那其實就是一個量化的分析 或者叫量性的分析 它的性就是量那裡 可以量度 所以它其實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how much的問題 那其實就是它在找一個number of mode 小N仔 ok? 那當然就是用這條式 c乘v除1000 所以要背的 好 那我們很多時候 暫時來說 學的titation 都是承接這本2A的test book 就是講酸和鹼 Alkali的中和 剛剛好 just react react exactly 沒有多沒有少 好 那如果要準確量度的volume 等等的東西 我們是需要準確量度 用的儀器才可以的 所以我們要認一下名字 還有知道怎麼用 好 第一個就是Wing bottle Wing bottle 就是這個 Wing bottle 的小小的那個 乾乾淨淨 其實就可以把東西 清掉進去 當然有時候 它方面 有些人喜歡用小碟 100ml的碟 100cm cube 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不過沒有了個蓋 有個蓋 有個蓋要重要的 要清掉 因為有時候 你不清掉 空氣的氧氣 水分 會飄進去 侵襲 去令它變質 如果那些chemical 比較reactive 甚至有時候 一陣風吹過來 吹走了 你清掉多準 都沒有意思 好 第二 就是Electronic Balance 主要去Way the Substance Accurately 那你見到 這裡的電子磅 准到小時候兩個位 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准到小數後三個位 如果你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甚至准到小數後六個位 這些 越多一個小數位 那部機就貴十倍的了 所以 其實都是很貴的 好 另外 這個電子磅最常用的掣 就是這個掣 右手面 通常都是 這個叫TAR 什麼意思呢 就是Z0 所以很多時候 那部機一開的時候 不是Z0 你就要按這個按鈕 Z0 那有些同學 如果在家裡 在疫情裡經常煮東西吃 做蛋糕那些 用得不少這些電子磅 在家裡 雖然那些電子磅 可能少數後一個位都沒有 但是都經常會用這個TAR 這個Z0的按鈕 所以要按住它 好 另外就是個Beaker Beaker 就用來保存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低音分開 Messing Cylinder 都是Roughly去量度 Volume 對不對 所以以前用來量度Volume 那些東西 來到我們中四話 他們是不準的 那什麼叫準呢 什麼叫準呢 留意了 就是Page 2 我們準的主要就是第一個 其實有三個儀器是準的 量度Volume 第一個是Volumetric Flux 它就可以很specific 很準確地量度Volume 下面這個就是Volumetric Flux 通常它有一個Graduation Mark 在這裏 有一個Mark 在這裏 這個Mark就代表不同的準確度 我們最常用的是250.00的Mark 如果去到這個Mark 通常就是那個弧度 底部Tangent 去到那個圍盡 下面這裏就會有250.00Cm3 可以看到准到小數有兩個位 但也都在同時 其實我們不只是一種尺寸 最上DSE10次有9次半 但我們同時有100.00Cm3 也都再細一點也有 那些就是50.00Cm3 再大一點也有 500,1000,2000,2000 不過那些很少見 將來進入大學 可能有機會用到 但是最常用的就是250.00Cm3 第二個準確量度的叫PiPad 第二個 它準到一個程度 又是很準 比如這個 那也是有一個黑度 只有一個黑度 就是當你裝滿絕度上頂 弧度的第一步Tangent 這個黑度 就代表它下面Fill up 就是它標榜的黑度 那我們最常用標榜的黑度 就是25.00Cm3 到這個黑度就代表25.00Cm3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尺寸的 25之外有20 15 10 4 10 甚至再細一點也有 甚至有些細一點的黑度也有 都有機會見的 OK 不過呢 DXC裡面用得最多的就是25.00Cm3 所以你要明白 全部都是 我們通常這些都是一個黑度 OK 一個黑度 一個黑度 OK 好 那你要用這個PiPad 就要連繫著這個叫PiPad Filler 就是這個 我們學校就用這個 入到大學可能就會用這些 這些就會調控方便些 那我們在中學開屏 我們就用這一隻 這隻就難用一些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用它 因為這麼難你都用到 你進入到大學的容易就會很厲害 那反過來就不太理想了 就是中學用一些很容易用的 入到大學那些難了 你就會覺得自己 所以我們要學一些難一點的 OK 好 接著再下去就是PiPad PiPad就是第三個儀器 也是我們E4裡面最後一個儀器最準 那PiPad通常就有很多的黑度 那留意了 最頂的黑度就標為0.00Cm3 那最低最後的黑度就是50.00Cm3 那中間就有50個大格的OK 那所以它就是0至50之間的OK 那你就不可以超越它上面或者低過它 因為那些沒有黑度的 那沒有mark的話就不太知道它的黑度了 所以一定要是within這50裡面的mark來做 那我說裡面有50格的 50格裡面呢中間還有細分10格的OK 那所以這些10格就每一格就是0.1 那一會後面再教你怎麼去看好嗎 然後另外呢就會用一個conical flask 那就是這個了 那你看上去這個就好像一個三角蕊體 一個圓蕊體這些叫cones 好像吃雪糕那些cones 所以為什麼這個flask叫conical flask呢 就是一個倒轉了下面肥上面窄的一個瓶 那這個瓶呢最好的呢 除了用來裝Solution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你去swarrow它的時候 它不會彈一些水花出來 那所以就可以大力一點旋轉去到可以 OK 那當然conical flask也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我們用的最多的就是250了 那其實也有些小一點100 再小一點50 有些1000 有些500都有 不過最常用的那個呢 就是250了 OK 那不如我們做個小總結吧 那有些什麼是可以準確地量度到volume 關於solution 那是三個儀器了 第一呢就是剛才最後講的pirette 第二個呢就是pipette 第三個呢就是volumetric flask 那通常呢就是pirette就是0至50之間 pipette最常用的就是25個cm3 那當然准到小數是兩個位00 那這些都是00 好volumetric flask就是250.00cm3 那這些我們會堅持這些有效數字 好另外呢我們低廉用的messing cylinder colical flask 或者pickr那些呢 這些全部都是不準的 所以就如果真的要準的千萬不要用它們了 那從中四開始 它們是rough volume 好跟著下去呢我們就開始講一下怎樣could solution 準確地用這些儀器 那首先我們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什麼叫做standard solution 一個solution可以是一個標準 究竟何謂一個標準呢 不是達到一個數字就叫標準 而是那個數字背後的質素是否準確 所以呢我們如果知道一張solution 它裡面的concentration 是accurately known 知道的了 那那個呢我們就可以叫做standard solution 所以呢 standard solution 是可以譬如你知道那個是1.01molar的solution 這個這麼準確 你知道這個就可以叫做standard solution 那它不一定是很齊整的數字 不代表1.00才是1.01又可以 或者你那個是0.5008molar 那又是一個很準確知道它的濃度的solution 我們又可以叫做standard solution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standard solution不是因為它的數字是多少 而是知道它準確的數字 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我們說那個solution是standard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知道它的濃度 OK再下去了 One of the reactinated in a titration must be standard solution 就是說must be known 一定要知道的 如果我們有exit 跟alkali進行反應有titation 剛剛好 我們如果有一隻東西是不知道 那另外那隻東西就一定要知道 那個就叫做lone concentration 去幫我找個unone 是吧 那如果lone concentration 我們就說那個是standard 所以譬如這裡來說 我們一定要那個alkali是standard的solution 就是lone concentration 就可以幫我去找另外那隻exit 不知道了 OK 好另外呢 那什麼東西可以做standard呢 我們 第一呢 就可以直接 直接 直接 用一些知道了的數字的東西 進去乾淨水 那當然也是deionized water 每次我都會這樣說 因為公開試真的很認真地看你的water 是不是deionized water OK 將那隻lone mass 融入水 其實我們如果知道concentration 就是lumber of mole over volume 除1000 是不是 那而lumber of mole 其實就是mars over mole mars over volume 除1000 所以如果我稱得準 它的mars 是不是 它的formula就知道 molar mass 又知道 volume 那1000一定知道 那全部東西知道 你的concentration就知道 那這個就叫做standard solution 第二個方法 就是 勾起一個lone concentration 一個standard solution 本來是lone的 你就勾起它 這個就用c1v1 等於c2v2 那條式 所以c2 最後勾起了c2 就等於c1v1 over v2的公式 就幫我們去運它 那以下呢 我們就看一下 其實這些計數學了 反而如何正確地用我們的儀器呢 這個就重點了 一會兒給大家看一下那些video 好 所以第一個 A 就是用一個lone mass 是不是 然後除回molar mass number of mole 是不是 然後是一個lone volume 所以c等於一個lone mass over回到那個lone volume 除1000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standard了 首先就是一件事 是不是所有東西融入水 然後如果測得準 就一定是一個standard 未必的 因為有時候有很多chemical 是根本不pure的 所以我們要說一說他們的條件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測得準 就已經找到它的lone concentration 這些我們叫做primary standard 就是最原始的 可以直接 所以英文就是這個字 就是你可以直接測 以及直接溶 以至直接找到它的lone concentration 這一種就叫做primary standard OK 不是所有東西可以直接測到它的mars 是準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些chemical 根本就不飄滑的 所以這裡要說一說 有些什麼chemical 是符合做primary standard 那個條件的呢 那就是說它一定可以是wait directly 直接秤 以至找到個mode數準 以至找到個濃度準 這些就叫做primary standard 首先第一件事 你那隻chemical一定要飄 OK 就是不可以有跌了其他雜質 或者有時候它會跟空氣的氧氣 水份反應 它會令它一直變質 取著時間一天一天兩天 一年兩年 它那些東西其實每次開蓋都變質 就不飄滑 那你就算稱得準也不要相信它 第二就是 剛才剛剛說 就是可能跟空氣的水 和氧反應 它們未必穩定 所以如果要做primary standard 它一定要很穩定 chemical stable 第三就是它不可以這麼容易揮發 OK 那就是說它要high boiling point 或者 melting point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說它不可以是那些 稍微熱熱地 一陣風吹過來就飄走 否則你秤也不准 譬如有些organic的sauvin 譬如酒精那些 你一路秤它一路揮發 一路走 其實一路越來越輕 你永遠的磅都不會停 那所以那些chemical 不可以volatile 一會兒我們有機會舉一下例子 好 跟著completely soluble in water 這東西要溶落水 dissolving in deionized water 一定要溶到落水 當然水是deionized water 那一定要溶得完 有些chemical 根本溶不到落水 就做不到primary standard 另外就是not hygroscopic 那就是說它不可以吸水 not absorb moisture 或者水分 from air 有的 有些chemical會吸水的 一會兒去到第三點 我舉個例子會吸水 好 所以另外就是如果他們 那種chemical的formular mask 或者叫做molar mask 是比較大 但是呢 秤出來的error 會小一點 那麼它那個mode數的error 就會小一點 所以呢 如果那個monicular formula 大一點就好一點 那反過來 如果那個monicular formula 是很輕很小的 比如Hydrine gas 只有2.0 2.0很小 那這些就不太理想 是嗎 但是如果那些東西很重的 所以後面舉的那些例子 全部很大塊 比如這些例子 這些都很大塊 OK Only a few substance can be used 所以不是很多 符合這些條件 最常用的酸 酸性的primary standard primary standard exit 你發現不是我們最熟悉的那三隻酸 不是這三隻 因為這三隻 第一隻 氣體呢 它的burning point很低的 氣體來的 會飄走的 你秤也很難秤的 是不是 Nitra exit 這些也是很容易飄走的 而且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sulfurnaxid 是會吸水的 hygoscopic 所以它也是不飄滑的 所以這些都不是很理想 譬如Nitra exit 有機會被細菌分解 所以這些都不理想 OK 所以最理想那一隻 是你最不熟悉的方法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COOH2.2 兩個水 這個monecular方法 很大的 是不是 high molar mass 還有這隻是符合的 它是飄滑的 Chemically stable Not volatile Completely Dissolve Soluble in water 而且不會吸水 Molar mass 又大 它符合所有條件 這隻是酸的代表 簡性一點的 即是一種 Alkali 的solution 這個簡性的solution 就是這個sodium carbonate 這隻也是符合了 Pure Chemically stable Not volatile Completely soluble in water Not absorbed water 以及Molar mass 都算大 OK 好,接著就舉一些反例 哪些不適合 譬如我們好朋友 做簡性的 但這個不適宜做primary 的standard 即不可以直接秤這隻東西 去秤得準 決定它的mode數 找一個none concentration的primary standard 為什麼呢? 原來sodium派了 是會吸空氣的水 所以你越秤越重 對不對? 你秤極 等極 它的重量 是越來越重的 一邊等 等了五秒鐘 又重了些 又等五秒鐘 在電子房子上 越來越重 那你永遠都不停的 原來它一直在吸水 第二 就是這隻sodium hydroxyl 會跟空氣的一種酸性氣體 就是carbon dioxide 反應就是這個 CO2 會跟sodium hydroxyl反應 會變成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那又是越秤越重 還有呢 裡面的sodium hydroxyl 又加上剛剛產生的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這隻就不飄和了 是吧? chemical不穩定 是吧? 然後它又會吸水 是吧? 所以這些等等原因之下 都令到這隻東西 是不適宜做primary standard 好不好? 所以cannot be prepared directly so cannot be a primary standard 那當然了 既然sodium hydroxyl protexium hydroxyl也是一個親戚 是吧? sodium和protexium 都是同一個群組合 同一個群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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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類似的 是吧? 這個protexium hydroxyl也是會跟sodium hydroxyl反應 變成protexium hydrogen carbonate 也是會吸水 所以都是不適合做的 好 所以剩下那些適合做的要特別留意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最經典的例子 當然就是剛才那隻 你不是那麼熟悉的那隻 兩隻 是吧? 一隻就是酸性的代表 就是這隻 Ethane Dinonic X 可以認一下名字 好 另外一個就是anhydrous的sodium carbonate 就是這隻 好 那我選了一隻做standard的東西 那你現在呢 就開始 我們現在希望呢 就混合到一瓶250cm³的 vonometric fast 那你就首先呢 第一樣東西呢 就不是清的先 第一樣東西呢 就看一看別人要求你 量的concentration是多少 第二就是你要去計一計數先 你要知道要量多少才可以去量 那根據知道的concentration 又知道呢 那個volume是250.00cm± 就將它除1000 我寫漏了個零 將這個除1000 是不是 250除1000 乘回C 就是mode數 將mode數 乘回這個chemical molar mask 就是它的Mask,那你就要清,好,接着就去清它了,OK,那在电子榜,刚才说是Z0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这个电子榜,这个像大学那些十几二十万一部电子榜那些重型那些,OK 好,那接着呢,清完之后呢,就将它融了下去那个Beaker那里先,OK,融了下去Solution,OK 这样就融了去Distilled Water,接着呢,就将它全部交到这个250.00cm3的Wallometric Fast里面,OK 这个大概是100ml的Beaker,100,那所以那一瓶是250所以一定不够的,那接着你再侵些水,就请你再浪一浪去 就要拿些Distilled Water去融下去,就像这样,Rinse all the solution left with distilled water 希望募求,这些碰过你那些chemical的那些,碰过chemical的那些东西 全部会用Distilled Water再融它一次,融它两次,融它三次,等它全滑下去 很务求所有所有,所以这里的重点是all,所有东西不要黏走 要不然你这里秤得那么准,你干什么呢,是不是 所以秤得准那个Mask呢,就会反映的Mod数就全部下去了 那你最后的Concentration才准 好,接着呢,就落去之后,你就去侵Distilled Water下去,就侵到这个位了 就令到水位,the bottom of the meniscus reaches the graduation mark 就是这个了,这个弧道呢,这个弧道呢,就叫做meniscus 而那个底部,就是弧道的底部呢,要刚刚碰到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的graduation mark 我用个mark字,对不对 差不多整个过程最重要就是这个最精准的步骤 就是你如何准确去用这个varnometric fast 就是要加到bottom of the meniscus,which is to the mark 所以你去描述整个procedure里面,最重要这一步一定要出 好,接着,stopper了之后就抖云去,就像我平常的叫 根据这八点的procedure里面,除了刚刚的第七点是最重要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其实就是你要容许它进去Distilled Water 接着再transfer它过去,所以如果你说这八点里面哪三点是最重要呢 那你就要留意就是第四、第五和第七点是你一定要首要答到整个procedure的过程 所以如果圈回前面,就是这个和这个,是不是? 这一步和这一步和这一步,这三步是最重要的,记住了 所以不是背东西,背得叻就代表叻,要背得很精准,找到重点 否则你写得这么长,你份卷做不及的 好,接着第二,那我们看一看一个视频 看一看EDB是怎样教大家去构造Solution 在这里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1 由红米苏鲁方向上的效果 就是比较� arqu鲁方向上的效果 的解架 由红米苏鲁方向上的效果 是原来的処理解析 当上的效果方向上的效果 由红米苏鲁方向上的效果 所以说现此象体的效果 数据到红米苏鲁方向上的效果 准复 carrition 不骯髒的嘛,所以要浪一浪,用一些乾淨水就可以了 有个大壁壳做垃圾桶就不用到处走去倒了 为什么不用弄干它呢?因为你最后都要浪水浪,所以你不用弄干它 反而你用风筒吹干它,会令受业膨胀就更加不准 OK,我们继续 看到底再滲除粉末的因素,可以添 corn 涂化妆阻碎后,我们能先写下 finish 准确气液 不要滴了一滴出來,這樣就不准了,那些東西要很細心 好,你發現全部倒進去之後,有些黏在邊邊的就要撞去 不要爆煲就行了,那裡是不要侵過了那條界 你可以撞一次,撞兩次,務求所有東西碰過 碰過的都要撞一撞 還是那個人不要爆煲,250 它逐步逐步地把東西撞乾淨,慢慢移出,拿走,然後剩下這個磅 看到還沒爆煲,還沒過界,現在就侵了 那如果我們學校我教你,開多一個大啤酒,用那個啤酒就不用開洗瓣去倒進去 好,最後一定要用Dropper 看到這個同學撞起去,接著是Eye Level 但我覺得你看看這個人,這個人的眼睛其實都是由上而下 看那個Volumetric Flask的,是不是? 所以其實都不對的 應該跟我們筆記,是要水平線地看的 就不應該好像同學做就有做的,撞起了,但是撞不夠Eye Level 所以小心 這個人,你看看這個人剛才誤會了,他剛才還沒真的去到這個位 現在是了,你要Eye Level 最重要的是做錯了,過了龍要做過,你就慘了 3-9-9-10-1503 0-10-y0- comfort age一個水平線争上再來一次 C aslında是加入熱水平線 The standard solution of potassium hydrogen valate prepared in the demonstration is suitable to be used as a primary standard. Compounds used for preparing primary standard solutions should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High purity, high stability, low moisture absorption, high solubility, and high equivalent weight This is the same with our pitts, but here we use the noun We use the adjective, pure, high purity The pitts use the chemical stable, high stability So it's a very different way of practice Welcome back to our pitts The second method is to use a non-concentration, the standard solution This is not primary standard, not to be used as a primary standard This is to use a primary standard, but not to be used as a primary standard This is a secondary standard, not to be used as secondary, but not to be used as a secondary standard This is not primary standard, but not to be used as secondary standard The standard function of the pitts and the standard 这样的仪器,这两个仪器都是准备用的 留意就是,刚才没有用到排铁,来到这里第一次用没排铁 留意根据排铁的设计,最后一滴,the last drop solution 在排铁是do not blow out,不会吹出来的 所以你记得我们上课教,就是等它十秒钟垂直 等它留完之后十秒钟都不下那些,最后一滴就不要了 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来的 所以第一就是排铁,所以这里一定要有一个叫做排铁 你不要用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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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graduation mark应该是25.00cm cube 接着就将它transfer到一个250.00cm cube的volumetric flux 接着又是加东西加到graduation mark前面那里用过了 这个就是这个的步骤,接着就侵水,侵到graduation mark 也是这个最重要的,接着就混合它,那就搞定了 要留意这里有多少步呢?这里有五步 五步里面最重要就是三步,你要留意一下 第一步就要告诉人家用排铁,用什么的排铁 第二样东西就要告诉人家将它transfer到一个volumetric flux 第三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人家 就是在一个volumetric flux要将它加高到graduation mark 那个meniscus,bottom of the meniscus可以去到 这三步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留意一下 接着就是C1V1等于C2V2,所以新的C2等于C1V1 over V2 根据这里来说,C1等于C1是25.00cm cube 而侵水侵到最后250.00cm cube 所以根据这里约了,你就会发现C2就是C1的十分之一 所以是混合了10倍,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又来看一看,这个在香港的教育局拍了一些片给我们DSE的考生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确,大家共通都有 看一看它怎样构起10倍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2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2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2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2 PREPARATION OF STANDARD SOLUTION PART 3 哦,也是啦,东西碰它之前我们都期望它是骯髒的啦 是不是?洗得不干净,有沉啦 好,全部用Destilled water或者叫Dionized water洗一次 有个垃圾桶的Bitka装就方便很多了 好,Volumetric flask都要洗一洗 洗快一些,知道吗?这些浪費很多时间的 所以一定要快手快脚,不可以慢慢的 你排斥那个要装的 都有残留的水会吸气 所以都要用少少的,不用多的就看到了 少少就可以了,浪一浪 不要浪浪那么多,浪浪就行了 倒下去垃圾桶的Bitka 好,跟着先装了 你装多少呢? 你抽25.00 所以你就不会装25的 那你应该25多少少 因为你不能吸到干糖的嘛 干了水的嘛 所以你可能就倒40就够了 那剩下10多 那你就应该没那么容易吸气了 看一看它 倒大约40度 Prepare another clean beaker for rinsing the pipette 好,现在 Tar tryin澳 现在用Distilled Water 然後搓上去洗,不可以倒進去洗 不用搓滿細,不然會浪費很多時間 你需要搓大概三分之一,然後慢慢移動 務求裡面每個玻璃的表面都觸碰乾淨,去沖走這些髒東西 這些是要做得快的,不然會浪費很多時間 一洗完之後就下糖,你不用做試驗 然後要裝白醋,你就要用白醋,加少許下去,浪一浪去 不要裡面有殘留的distilled water 不然會浪費了,整件事就不准了 這些要做得快的,這個人因為示範,他好像很自由 免得看不到,但你實際做的話,我想要快兩倍至三倍時間 要快的 好,接著他就真的,剛才兩個的solution 現在就真的要拙到上個graduation mark 用食指,不要用手指弓 用食指,不要用手指弓 好,這個就是25.00了,接著就將它transfer進去的wall 這個人,整件事最錯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他量度這麼準,最後才抹去 結果就抹去最初那一滴,結果就不准了 所以千萬不要開,應該怎樣 一開始拿出來,我教大家的時候 一開始就抹去外圍 才調整個graduation mark 接著最後就不要抹去的了 OK,記得這個位置小心 那將它垂直就可以了,不用好像這樣,好像調走絲 不用了,全部垂直就可以了,不用打斜 垂直才快脆有水壓,令它快點下 好,等十秒鐘了,之後呢,抹一抹邊 最後那個敵不要的了 好,接著呢,將抹邊的那些呢,擠過去,接著就加稅 好,Wonometric fast前面那個說過了,最緊要不要爆煲 所以差不多到,不要再加啦,就要用Dropper慢慢抵 好,接著要抹高它,接著到I-level 好,前面說過,所以它不慢慢跟你做啦,是嗎 好,倒轉抹去,倒轉抹去,做三次至五次,就成真奧運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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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